大家好,我是老谭 欢迎大家继续收看FreeMark 上一支课我们给大家介绍了FreeMark的两个比较核心的概念 一个叫模板,一个叫数据模型 那么在后边的课程里边我们将进行更为详细的知识点介绍 那么在具体写代码之前呢 我们想先做一些准备工作 首先呢我们为了提高开发的效率 我们将对开发工具MyClips来进行一个插件的安装 这样的话呢在编写模板的时候呢 可以有语法高量,也可以有提示 第二个呢我想对获取模板与获取输出这两个小功能 做一些简单的方法的封装 在后边我们编写代码的时候会更加的简洁 好,那我们的目标呢很清楚 第一件事情我们先来看插件如何安装 打开FreeMark的官网呢 我们可以看到在download的底下有一个edit id plugins 这里呢我们使用的是MyClips 当然MyClips由于是基于Eclipse开发的 所以呢我们找这一段描述 我们要求找的是Jboss tools 那么在MyClips我这个2014版本里边呢 我们使用instar from catalog 这里呢我们稍等一下呢 应该会有一个线面出来 接着呢在find的里边 我们呢把刚才我们拷贝的Jboss tools呢 数进去让它进行搜索 我们呢发现第二个结果呢 就是Jboss tools 我们点击instar安装 好,展开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么多的工具 我们全部取消 我们去找的是 FreeMark的ID confirm 点击接受 finish 这里有一个警告呢 我们让它继续 然后装完插件之后呢 会要求重启一下Eclipse 好,这里呢已经有一些提示了 这里点击yes或者no呢都没有问题 我们呢来看一下 对于我们之前写的模板文件 我们双击一下 看它有没有关联上相应的编辑器 那就可以看现在呢它已经在 语法高量上面有所体现了 我们写的这种所谓的 $符号开头的这种差值 就已经显示了一种红颜色的 好,那么这一段呢就是我们装好了FreeMark的插件 好,那么下一个我想给大家 进行准备的呢就是对于我们之前这一段交由代码 我想将获取模板这几句话和获取Write这两句话呢 我们写在单独的小方法里边 那么以后呢我们调用就比较简单 那么对于这种方法呢 我们比较适合使用一个工具类 比如说 叫FreeMark UTAL 我呢写一个静态的方法 它回来的是一个模板 参数呢就是一个模板的名字 接着我把之前的这句话呢 给它拷贝过来 异常 Exception 如果出了问题呢 我们也可以最后返回一个空 没有出问题呢 我们就返回 模板 好,那么以后我们想得到任何的模板呢 我们调用这一个静态方法 将相应的模板名传进去就可以了 好,这是第一个方法 第二个方法呢 我们可以得到一个 Write 那么同样的 我这边呢 也可以给它传一个名字 这个名字呢 就是代表一个文件的名字 所以我们这个写法呢 我们只需要把这一段拿过去就行了 GestName Return一下 Write 异常 我们呢 处理一下 好 那么这两个小方法呢 是为了后边我们的操作 稍微简单一点 那有了这两个小静态方法呢 我们Base开始加往里边 你就可以这么来写 这一段 都不要了 我们直接使用 FrayMark Util.getTemplate 把我们的模板名传进去 Write呢 我们也可以使用 点 getWrite 将我们的静态文件名传进去 接着这一段的异常呢 处理一下 好 这样的写法呢 会比刚才稍微的简洁一点 特别是对于模板的获取和Write的获取 当然对于Persense呢 我们还是需要显示的利用 好 那么本次课呢 我们主要是为后续的学习呢 做了两个准备工作 一个就是装了一个插件 大家按照这个步骤呢 去操作一遍 应该就有效果 第二个呢 我们简化了获取模板和获取输出文件的两个代码 那么使用了两个倾态的方法来进行一下讲话 好 本次课我们就讲究这里 谢谢大家